台东南回四乡镇盛产小米红梨还有树豆富含膳食纤维营养价值很高 为了推广这三种在地原名食材 农粮鼠邀请到厨艺专家与这三种杂粮入菜 把南回三宝摇身一变变成了餐桌上健康美味的法国料理 四菜组合的法式健康餐盒精致营养又美味 里头有树豆奶油马铃薯称底的梅芝紫酥猪肋排 红利热沙拉和树豆小米饭团 这是由农粮署东区分属举办的国产杂粮创意料理活动 邀请大厨将小米红梨树豆制作成佳肴 让消费者进一步认识台东南回三宝 原名的重要杂粮作物包含有像小米台湾梨以及树豆 那搭配我们在地的洛神 然后做一个创意的组合料理 让大家认识到我们杂粮三宝的一个多样性的食用方式 台东县杂粮种植面积约250公顷 主要分布在南回四乡镇 年产量约360公顿 其中以小米红梨和树豆为主要作物 而餐厅业者也以在地食材搭配新三宝 研发创意料理 希望让更多国人有机会吃到健康的杂粮 跟台东在地的小农 或者是台东在地的食材有联合的合作 那我们本身三个月到六个月就换一次菜单 那每一次的主轴都会落在洛神或者是红梨 搭配我们台东的料理呈现 农粮署东区分署强调 小米红梨和树豆 生长在低污染的南回地区 目前农会也以标准化流程生产进行上架 消费者可以安心采购 帮助原住民农友增加收益 记得生产会台东市报道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